自然 好歡迎收看自然很簡單 我是思考老師 今天我們要上的是 青年級就是國一的自然 就是所謂生物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要講解的是 歷屆試題的第一章 關於第一章的話 在會考怎麼樣做命題 我們來做一個練習 好 我們看那格的第一題 好 第一个题目是说生物的组成 我发现我那个小手不见了 我发现有个小手可以比的 不见了 用这个比 生物的组成它包含了细胞组织器官 器官系统跟个体 那个丁丁去市场买了哈利 不是蛤蜊 蛤蜊鸡蛋跟地瓜叶 已知一般市售鸡蛋未经过受尽 就是那个鸡蛋是没有受尽 没有受尽的东西 那个鸡蛋就是一个细胞 它是一个单一的细胞 好 没有收紧 若依生物的组成层次 将这三者由复杂到简单依序来排列 你要怎么排 所谓的复杂就是说 它是层次比较高的 简单层次比较低的 像单细胞就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它要比较的是 蛤蜊 鸡蛋 地瓜叶 哪一个是属于完整的个体 当然就是蛤蜊 生蚝蛤蜊 那地瓜叶它是个组织的部分 那这个鸡蛋它是个细胞 所以从复杂到简单 应该是蛤蜊 地瓜叶跟鸡蛋 蛤蜊 地瓜叶 鸡蛋 所以答案选哪一个 答案选的是C 那这个是第一题 好 这边有没有问题 希望是没有 来看第二题 那第二题它说 它玉琳设计了一个 有关2B铅笔在白纸上画直线 长度跟电阻值关系的实验 你说老师我没有学过电阻 不过跟他没关系 诶 这字好小 我看得到吗 好吧 你们可以搭配那个 我们F5B的那个 就是我有把题目上传了 可以搭配那个来看好了 它说实验方法呢 是把这2B铅笔呢 以相同的绿的大小 相同大小的绿 在白纸上呢 画出粗细相同 但长度不同的直线 注意关键 它说是画出粗细相同 就一样粗 或一样细 只是差别在哪边 长度不同的一个实验 然后测它的电阻 它说项链选项中呢 哪一个实验记录呢 可以反映它的实验设计 符合上述的实验目的 好 它要做什么实验 再看一下 它说呢 它画的是说 相同标理它 相同大小的 立式固定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控制变因 出现相同 控制变因 这边的操纵 或操作变因呢 是长度不同 所以注意 只有长度可以不同 其他都要相同 那么这边来看的话呢 它的铅笔种类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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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2B 可以 粗细都0.1 更正 纸张厚度都0.1 那 直线的长度呢 1公分 2公分 3公分 4公分 那基本上 这答案就可以选了 我们看下一个好了 你看它的铅笔 又是2B 又是B 又HB 还有H的 那笔都不一样不行 因为你要控制到笔的 笔的材质要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个来看的话呢 都是B 铅笔都是B没问题 纸张厚度呢不行 那么一下是厚的 一下又比较薄的 这样不行 因为我们要控制它 变因要一样 那么这一组的话呢 BB 2B 2B 那也不行 然后我们铅笔的材质要一样 所以答案就要选这一个 好 这个选项答案是A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题 不好意思 我现在都看不到你们留言 因为我现在好乱 我这边有三四个萤幕在看 你知道 这边一个摄影机 还有一个是FB直播的手机 另外还有一个是 YouTube的一个摄影机 我这边还有两个手机 在看画面有没有lag到 然后还有一个笔垫在这边 我要看题目的部分 最好是一个萤幕在看 我手忙脚乱 好 这个第三题 来 好 第三呢 好 他说呢 将月球 太阳 氢原子 还有口腔 皮膜 细胞 按照体积大小 标示在富途的体积尺度 示意图 那越靠近 左端的物质 它体积是越小的 越靠近右端物质 体积就越大 我跟你说 甲乙丙丁 哪来什么甲乙丁 就说这个 甲乙丙丁去对照月球 太阳 氢原子 口腔皮膜细胞 要怎么样做排列 那不是很简单吗 太阳当然最大的啊 丁啊 最小不就是氢原子 对不对 所以这甲是氢原子嘛 那乙呢 乙总不会选月球吧 乙带口腔皮膜细胞啊 所以氢原子 口腔皮膜细胞 月球 太阳 氢原子 口腔皮膜细胞 月球 太阳 诶 答案选的是B 这B是符合的 好 那么关于这题有没有问题啊 好应该是没有啊 我们看下一题 第四题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播放的问题 我也看不到 声音清楚吧 我回来按错了 等我一下 不知道按到什么东西去了 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 我看不到留言 没留言 应该是好事吧 那我们就继续好了 好看那个第四题 他说小记在某株植物上 他取了四个条件相同的枝条 所谓的枝条就是那个 条件相同的枝条 就是那个树枝跟树叶 那一条一条的 把它控制到一样 然后分别呢 标示甲乙丙丁 并对枝条上的叶子 进行以下处理 以致呢 叶片涂上白胶处的气孔 是无法进行增扇作用的 我们知道那个叶片本身 会有气孔 对不对 那我们有读过生活 会知道说 它的气孔最多 就在它的所谓的下表皮 好那假之说 它的叶子不做任何处理 就是正常 也就是说呢 在叶片的上表皮 涂上白胶 它说白胶会影响它的增扇 就那水分无法增扇 那丙是说呢 在叶片的下表皮 涂上白胶 那丁是说呢 在叶片的上下表皮 都涂上白胶 所以这个是个示意图 它就把这个纸条呢 给它插在这两桶中 对不对 然后呢 两桶开口呢 用胶膜封闭起来 然后呢 把这四组实验呢 依序给予相同的条件环境 一段时间之后 去记录这个两桶内散失的水分量 那实验结果呢 如富标所示 那根据此结果 下列关于此株植物的气孔位置分布的推论 何者最合理 其实这一题 讲那么多之后 你发现 如果说你生物还读得算熟悉的话 你会知道说 液的气孔都散布在下表皮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在你这题目还没有看完之前 你答案都出来了 那个气孔的位置 它是为什么 问气孔没错吧 气孔分布的位置 主要就位在所谓的下表皮 对不对 所以答案选的就是C 那干嘛给你这个表呢 它是跟你说 万一你真的没有读懂的话 比如说你的生物这边就忘记 到底是上还是下 搞不清楚 你就看这个图 像这个甲的话呢 它的膳食水分量是最多的 为什么 因为它都没有做处理 对不对 乙的话呢 它是上表皮涂白胶 你会发现它水分有没有下降 有啊 有降一些些 到丙的时候 它是说下表皮涂白胶 所以你看 乙丙做比较 乙是上表皮涂白胶 丙是下表皮涂白胶 有发现丙的这个是不是落差 跟甲做比较是落差比较大 落差越大表示它增扇 水分的量就最多嘛 对不对 对吗 对对 扇丝水分的量 好 讲错 它把那个表皮涂白胶之后 水无法增扇 对不对 好 所以它说 只在那个上表皮涂白胶 不做任何处理 当然就增扇最多 对 那只在这个 上表皮涂白胶的下表皮没有涂 所以它增扇也很多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 下表皮涂白胶之后 增扇反而变少 如果刚刚讲颠倒 讲错了 好 更正一下 所以你发现这个丙的这个 它的下表皮涂白胶之后 它的水分增扇比较少 那全部给它涂白胶之后 增扇又更少 因为水分都无法增扇 对不对 所以甲增扇最多 钉增扇最少 对不对 那你看那个下表皮涂白胶的这个 增扇也比较少 为什么少 因为它无法增扇 比如说气孔集中在下表皮 就变这样子 我就好累 那不直接把书读出来就好了 所以答案就选这个 我们气孔主要分布在叶片的下表皮 但是有分 露生植物的气孔在叶的下表皮 水生植物 像是那个莲花 那碎莲 那个叶子 它下面是贴水的 所以它的气孔是上面比较多 会有分 所以一般来讲 水生植物像那个莲花 碎莲的话 它上表皮气孔比较多 如果是露生植物的话 它是下表皮的气孔比较多 这是这个第四题 好 再来看那个第五题 第五题 它说 因为我这边题目有说些三简 就是它叙述很长 都被我剪 缩减掉一些 按照题目念好了 它说第五题 它说 附土是一个实验的两台显微镜 这两台 认得出来 左边的这一台是富士显微镜 这两个眼镜都可以看成 这个是所谓的解剖显微镜 然后有两个人 阿燕跟阿秀利用显微镜观察一朵小花 阿燕想要观察二片细胞的叶绿体大小 这个要放大到很大 阿秀是要看胸蕊的数目 胸蕊其实你不用放大 你也数得出来 如果说你要去放大 也可以使用解剖显微镜 对不对 我把答案讲出来了 还有你说最适合他们使用的显微镜分别为何 你要看那个胸蕊的数目 就要挑富士显微镜 你要看这个 更正的 你要看的是叶绿体大小 才要富士显微镜 因为这要放大比较大 胸蕊这个就不用放大那么大了 所以它用解剖就可以了 所以一个是用富士 一个用解剖显微镜 所以是阿燕用富士 阿秀用解剖 所以答案选的是C 这是第五题 好我们看那个第六题 这题目的话我都在FB 跟那个YouTube的社群 都有做 做那个贴上去的动作 所以同学 你在上课前可以去看一下题目的部分 如果说你现在不懂讲什么 也可以把题目的 叫出来看一下 好看来第六题 他说呢 探讨生活中的科学现象时呢 常可依序用 观察提出问题 提出假设性的答案 设计与进行实验的步骤 来得到结论 那小林呢 要研究蜗虫的行为 蜗虫什么 同学忘记 等一下我再补充说明 那列出的 加以秉丁是个叙述 如副标所示 那一项数探讨科学 不好意思 我把它挂掉 依序呢 这是 这加以秉丁的步骤 怎么去做排序 来 我们刚好说 它是怎么样 它先观察 再提出问题 再提出假说 然后再来设计跟进行实验 什么叫假说 假说就是说 它是可能因为什么所引起的 我们就称之为假说 你看 假说 为何蜗虫要聚集在石头的下方 也是说 应该是蜗虫不喜欢有光的环境 比如说 直接以灯光照射石块下方 记录蜗虫的反应 丁氏说 在水族乡饲养蜗虫时 发现蜗虫常聚集在石块下方 这四个的描述里面 哪一个属于观察 当然是丁的这一个 在水族乡的食验 饲养蜗虫时 发现蜗虫聚集在石块下方 它发现了 对不对 这是观察到 观察到之后 它提出问题 哪边属于提出问题 当然是假 为何蜗虫要聚集在石块的下方 对不对 好 再来所谓提出假说 是说 它是有可能因为什么所引起 它说 应该是蜗虫不喜欢有光的环境 所以提出假说是这个 所以是 丁甲乙 最后是丙 做实验 有没有 用光去照看它怎么跑的 所以答案是丁甲乙丙 这样做排序 丁甲乙丙的话 我们答案选的就是 猪 这是第六题 好 至于什么叫蜗虫 我们看一下 蜗虫它会行断裂生殖 不好意思我刚才画面挺跳掉 因为电话打进来 这画面就不见 好 那个蜗虫跟棧枣跟水棉跟海星都会行断裂生殖 我后面讲有性无性生殖的时候 我会提到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断裂生殖的 它身体可以断裂成许多的片段 每一个片段都可以成长性的个体 好 吓人 这样的生殖方式就称之为断裂生殖 我们做一个复习 国一的可能还没有读到 所以你听不懂叫什么 因为这个是属于医下的课程 而这是蜗虫 蜗虫断裂之后 它的头会伸出尾巴 尾巴伸出头 就那么神奇 你这还不够神奇 如果你把它蜗虫切很多段之后 它的每一段都可以生出 一个独立的个体 这是所谓的蜗虫 它很怕光 有光照就躲起来了 现在在阴暗处 好 看那个第七题 若将人体的白血球 跟植物的保卫细胞 分别置于两杯蒸馏水中一段时间 关于哪一种细胞 不会破裂跟原因 下列何者最合理 你想 白血球是动物的细胞 它没有细胞壁 植物的保卫细胞 它有细胞壁的 所以你在做比较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有细胞壁可以维持那个形状 你泡到蒸馏水 它会膨胀 但不会膨胀到破掉 白血球是没有细胞壁 它只有细胞膜 它会膨胀到破掉 所以要说 哪一种细胞不会破 不会破裂的 当然挑的是植物细胞 保卫细胞 为什么 因为它有细胞壁 所以答案是保卫细胞 因为它具有细胞壁 答案选的是猪 因为发现其实会考 这种题目有时候出来蛮亲切的 只要你课本有读手 或是老师之间的一些课程 你有听过一遍 这都很好回答 好 看那个第八题 关于立腺体跟植物细胞的关系 下列何者正确 立腺体跟植物细胞 它故意这样讲 你知道吗 好像说只有植物细胞才有立腺体 其实不是 立腺体它存在什么地方 只要是细胞都有立腺体 为什么 因为立腺体它是一个 生物进行呼吸作用的场所 我们说细胞的发电场 就是立腺体 它要产生能量 所以在哪边呢 它的位置在哪边 在细胞质 你再顾一看 讲植物细胞 等下B选项 立腺体位在叶律体上 很多同学没有读手的 以为这个就是跟叶律有关系 他选到B去了 还要在引导你错误 所以他还选的是A 立腺体 它有这种胞气 它是散布在细胞质上面 其实这个课本上 读过应该都会回答的 好 看那个第九题 第九的这一题呢 它说 小航将自己的血液分别滴在加一柄三种不同浓度的食盐水中 并在显微镜下观察加一柄红血球的细胞状态如富表所示 根据此结果 比较这三种食盐水浓度 下面哪个正确 你看 他把它自己的血液 分别滴在加一柄 那么残忍 我们可能就抽血抽出来 真来去滴 然后看那个红血球 红血球才记得吧 什么形状 像飞盘那些形状 双凹圆盘状 所以他说比较这个食盐水浓度 假他说食盐 那个细胞会破裂 剩下细胞的碎片 表示他泡到什么水去了 有点是比较淡的蒸馏水 或是他说泡食盐水 可见他的食盐水浓度是比较低的 而萎缩 萎缩表示说外面的水分比较少 内部比较多会渗透出去 他才会萎缩 所以这代表说 这个乙是泡在浓度比较高的 那饼的话是维持没有变 一样刷到圆盘状 所以他要排浓度大小的 浓度从大排到小的话 浓度从大排到小的话 浓度最大的是萎缩 过来就是丙 最后是丁 甲没有丁 怡丙甲 所以答案选的是怡丙甲 怡丙甲选的就是 B 这是B选项第九题 好这我们看那个第十题 第十题 这个题目是说 他利用截魄显微镜 在观察蝴蝶幼虫的细部构造时 观察时呢 在物版上的幼虫不断的在往右上角移动 你要想哦 他看的是截魄显微镜 截魄显微镜不是复视哦 那截魄有没有颠倒 没颠倒没相反对不对 所以他说他不断的往右上角移动 那视野下观察到的幼虫的移动方向应该为何者 一样是右上方吗 因为他没有颠倒啊 没有相反啊 所以你看他如果真的是往右上方跑的话 你看到也是往右上方跑 所以答案选的是A 就往右上角移动 这是第十题 这也是标准送分题 好看那个第十题 好说的附图呢 是植物的叶肉细胞的构造示意图 加以丙甲分别代表细胞内不同的构造 那则下列何者是主要负责 产生能量供细胞使用 我刚刚有说过 那个细胞里面的胞气提供能量的呼吸作用来源的 指的是立腺体 长什么样子 长这样子 你就想象一下热狗上面再加上什么 芥末酱的感觉 就是这个东西 这叫立腺体 其他的话这是叶绿体 这也是叶绿体 这个就是所谓的植物的叶胞 叶胞一大一个 这是细胞核 对不对 所以答案选的就是丙 丙就是立腺体的位置 产生能量的地方 答案选的就是丙 选的是C 好看那个第12题 那12题它是说呢 有一株植物呢 它含有下列不同类型的细胞 以绒素为例 关于其可行光合作用的细胞树木做比较 那什么意思 以绒素为例 关于 关于其可行光合作用细胞树木做比较 假设说 可行呼吸作用的细胞树木 以 比较 之比较其原因 什么东西 这题目是不是跳掉了 等一下 来 我断句断错了 我现在发现我断错 就是说 可行光合作用的细胞树木 假 这样读了 与可行呼吸作用的细胞树木 以比较 所以我在断的时候断错位置 再看一次 行光合作用的细胞树木是假 行呼吸作用的细胞树木是乙 我们现在想 细胞有分为行光合作用 跟分为行呼吸作用吗 其实不是这样分的 应该怎么分 只要是细胞是活的 都会行呼吸作用 对不对 不呼吸就死亡了 所以 所有的细胞都会行呼吸作用 所以这个 行呼吸作用的细胞树木 以肯定是最多的 那假的话呢 行光合作用的细胞树木 只有少部分有叶绿体的 才可以行光合作用 对不对 所以比较少 所以是乙比较多 假比较少 所以假会小于乙 这个答案 因为植物的部分细胞 不具有叶绿体 对不对 这个是OK的 假小于乙 那B怎么说的 因为植物的部分细胞不具有立腺体 当然不是啊 只要是细胞都有立腺体 不是不具有 因为立腺体是行呼吸作用的场所 你没有呼吸就死亡了 所以只要细胞是活着 它一定会有立腺体 一定会行呼吸作用 所以答案选择是C 好看那个第13题 好13是说呢 科学家可利用生物科技 复制动物如逃利羊 在不考虑突变的情况下 逃利羊跟清代之间的基因相似程度 跟下列合者不同 这边的话呢 其实已经讲到那个 我们说的有性跟无性生殖 它都主要差异是说 有性生殖会有基因的重组 无性生殖就没有 它会跟清代特征一模一样 也可以把它看就是复制品的概念 所以我们刚刚说是复制羊 所以它是跟它的清代长得一模一样 它是一种无性生殖 那我们这边的选项看一下A 番薯用快跟繁殖 那是无性生殖 青蛙以体外受精 受精就是有性生殖 这是跟A跟B都不一样 其实说变形从用分裂生殖 这个是无性生殖 上母均用出牌生殖 这也是无性生殖 所以只有这个B是有性生殖 跟它题目这边讲的会是比较不同 所以答案选的是B 好看第14的这一题 14题的话 今天题目还蛮多的 14这一题要是说 我把题概念一下 它说小兰看到一则网路新闻说 将硬币 银币不是银币银币 银币放入牛奶中 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 他就针对这个新闻设计下列实验 他把夹银饼呢 三个相同的烧杯和银币都消毒杀菌后 再将鲜奶开封 立刻检测细菌素 结果都是未检出 我就是没有细菌的 就是细菌含量太少 测不出来 接着呢 在各烧杯中倒入鲜奶 以保鲜膜密封实验条件跟实验结果如副表所示 我们看这个表 有加一饼都倒入牛奶三百毫升 这个是所谓的控制边缘 有没有放硬币呢 甲跟饼都没有放银币 不是银币是银币 那已有银币 因为银币它放进去可能会散发出银离子帮助杀菌 我们大家想想 然后都是这两个是室温 这个是冰箱冷藏 都放三小时 结果呢 假的这一个呢 它是没有放银币的 它就检测出有细菌素 那乙跟饼的话就没有测出 就是它的数量不够大 那它测不出来 它是选项是为什么 它说根据上述实验内容跟结果 下列说明何者是合理的 要挑合理的说明 因为它说实验结果呢 支持银币能够抑制细菌生长的说法 有没有支持 你看甲跟饼 甲跟饼的唯一的差异就是 它条件都一样 唯一的差异就是 有没有放这个银币 鱼有放银币 所以没有检测出细菌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实验设计 的确是有支持说银币能够 抑制细菌生长的说法 那A就是对了 那B它说呢 抑制细菌生长的效果 放冰箱冷藏比放银币好 这两个其实都是胃检出啊 就是胃检测出 有没有细菌 所以无法做比较 那西拉说 室温下放置三小时的牛奶 每杯牛奶细菌素 会高达5.1乘上10的四次方CFU 室温下放置三小时的牛奶 这两个都是放在室温下 对不对 都是室温室温 但这个没检出吗 所以这说法是不对的 那除了他说 银币改金币 金币比较贵 推测期检测结果也是未检测出 未必有 不能这样推测 因为银币是银币 金币是金币 不能用银币推金币 所以这也不对 那答案选的就是A 这是第14题 好看那个第15题呢 他说 某富士显微镜上呢 他具有4倍 10倍 40倍 三种不同倍率的物镜 以致阿潘利用此台显微镜 的10倍物镜 观察洋葱表皮细胞 当他做了某项操作之后 发现视野明显变暗 会变暗哦 他用10倍看的 这就是10倍的 突然变暗 而且细胞变得模糊了 他说何者就可能是这阿潘所做的操作 我们就觉得他怎么样 会变模糊又变暗 应该是弄到放大倍率去的 10倍跑到40倍去 所以答案选的是B 变40倍 为什么不会是A呢 因为你调4倍是调低倍 调低倍变亮 不是变暗 所以A不对嘛 那现在说 转动调节轮之后 转动调节轮使得在物台向上移动 这向上移动不影响那个光源 没有说马上变那么暗 那转动出调节轮 这个也跟他没关系 向上跟下都没关系 所以答案选的是B 他是把物镜调到比较高的倍数 你放大倍率越高 那个视野 视野会变小 而且光会比较暗 所以答案选的就是B 第15题 好看那个第16题 16的这一题他说 某生使用放大倍率为40倍 的解剖显微镜 注意好是解剖 你要先把画线画起来是解剖 用放大倍率40倍的解剖显微镜 观察某一个物体 视野如附图所示 是这个图 以这个图为主 在不转动图形的情况下 该以目镜10倍 目镜4倍的负式显微镜观察 换了 这东西移到负式显微镜 你看 这两户层怎么样 也是40倍 所以放大倍数有相同 但是这个是解剖显微镜 这是负式显微镜 所以负式显微镜看到结果怎么样 大小一样但是会上下颠倒左右相反对不对 所以他说合则可能是在观察到的图形 那你要颠倒相反 当然选他啦 所以答案选这个 第16题 这答案是足 好看第17 17这个还算清楚 他说不锈钢罩 是一种具有肥皂外形的不锈钢 业者呢就说宣称你手上沾满大蒜或异味洋葱 那传统肥皂不容易把它去除味道 那你就一边将手用不锈钢罩搓一搓 一边用水冲洗就可以消除掉很多的气味 部分气味 他设计了一个实验要去验证说不锈钢罩能否去除异味 好那副表中呢 主别一主别二所事 他另外设计了一个主别三 关于这主别三的说明下列何者是合理 我们看一下主别一 主别一呢传统的肥皂 然后呢沾染是大蒜味 是这三个都是大蒜味 然后去摩擦就冲洗摩擦洗手30秒 再用水去冲洗它 你会发现 它的控制变因有几个 有三个 第一个都是大蒜味 第二个都是摩擦30秒去戳容 对不对 都是用水去冲洗 这叫控制变因 所谓的操作 操纵变因 在这边 一传统肥皂 二不锈钢的 不锈钢罩 三是他另外又设计一个不锈钢汤匙 我在想他应该是把这两个都不锈钢 一个是肥皂的造型 一个是汤匙的造型 他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他选项是说呢 他说 主别三作为不锈钢罩 能否去除异味实验的实验组 实验组应该是这一个 对照组是这一个 所以你说不锈钢罩能否去除异味 是找不锈钢罩 你不能找不锈钢汤匙 所以A是不对的 B他说 实验想验证的缩短冲洗的时间 去除异味的功效是否相同 没有啊 我时间都30秒 那什么缩短 所以B不对嘛 对不对 那C他说 实验想验证其他形状的不锈钢物品 是否也具有去除异味的功效 有可能哦 这两个都是不锈钢 所以这个第三个组别啊 都是不锈钢 但是一个是钢罩 肥皂的造型 一个是汤匙的造型 那是不是都有那个效果在 他想去看看这样的结果嘛 所以答案是C比较符合的 那猪他说 实验想验证 沾染不同种类的气味 没有都是大蒜味 然后不同种类 所以猪也不对啊 那答案当然就选的就是 哪一个 我刚刚问那一个 哪一样选的就是C 这是第17题 好看那个第18题 好18题呢 他说呢 副表为假细胞乙细胞内 有无两种特定生理作用的比较 根据此表去推测 加以细胞内特定构造的有无 下列叙述何者最合理 好 我们看那个表格 他主要讲表格 那表格这边的话 他是说有假细胞乙细胞 然后这边有分隔栏位呢 左边这边是说 葡萄糖加氧产生水跟二氧化碳 同学如果说书来读的算熟悉的话 这指什么东西啊 这指的是呼吸作用不是吗 呼吸作用怎么样 把葡萄糖产生能量的过程 它会造成二氧化碳跑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后面这个呢 水加二氧化碳变成葡萄糖 那很明显是光合作用啊 对不对 所以假细胞呢 它有呼吸作用 但是没有光合作用 乙细胞呢 有呼吸作用 也有光合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猜测说 乙细胞应该是有叶绿素叶绿体 它是一个植物细胞吧 我们大概这样猜了 好 那A要说 仅假细胞含有立腺体 不对 所有的细胞都有立腺体 所以A是不对的 B要说仅有假细胞含有叶绿体 那不对啊 只有乙超叶绿体 所以答案选哪一个呢 答案选的是竹 这B竹两个打架 所以答案选竹 仅以细胞含有叶绿体 这是第18题 好再看那个题组的一之一 我们现在进行到题组 题组有两题 这两题 上完之后 我们这边就先告一段落 来看那个题组的一之一 它题杆也很长 题杆很长 我就念的 它说 下列是小题依据科学方法 所写的CM报告 有时候题杆很长的时候 你多看几遍了 其实它字是蛮多的 我逐一念一下 他第一个要初步观察 放有树莓一元硬币的水盆里 没有结绝 结绝是蚊子的幼虫 生存 但没有一元硬币的水盆里 却有结绝的生存 他是观察到这样子 他提出问题 他说 为什么放有一元硬币的水盆中 结绝无法生存呢 那再提出假说 含有一元硬币的水 可能促使结绝死亡 然后他有设计实验步骤 他说 他准备甲乙两组相同的水盆 然后放入等量的存水 再甲乙放入十元硬币 十枚一元硬币 一组都没有放 那甲乙都放入了 放了三十支结绝 每日都提供充足的食物 等待一周之后观察 这两组结绝的存活率 实验结果如复标所示 所以你看 甲这边的话 他有加十元硬币 十枚 是十枚没错吧 不是硬币吧 他说放的是十枚 这边都没有放硬币 因为一元硬币 它的成分有那个铜的成分在 那铜成分的话 你知道铜会释放出铜离子 经过这样的方式 达到一个杀菌的效果 所以那结绝可能就无法生存了 最后那结绝存活率怎么样 甲还比以高 甲放的硬币反而结绝比较比较 存活下来的比较高 43.3% 以40% 所以他说根据上述的结果 小庭设计的实验步骤中 下列何者是要的操作变因 有没有放硬币 所以大家选的是竹 有没有放一元硬币 好再下一个 根据上述 下列关于小庭的实验结果 是否支持他所提出的假说 何者最合理 有没有支持 就没有了嘛 为什么 本来想说放的硬币应该是存活率变低 就存活率反而变高了 所以但是不支持 因为对答案选C 因为甲组的结绝的存活率 没有比以主还要低 他反而比较高 所以答案选的就是C 这题组的一之二 好题组的第二题 第二题呢 这题看也很长 我再把它念一下好了 他说以下呢 是小明阅读某篇研究报告后 所做的摘要跟图表 某研究员欲探讨 营养数X跟物质Y 对大白鼠体重增加量的影响 利用一群条件相同的大白鼠 分成四组做实验 研究员呢 先测量各组大白鼠的原始重量 各组别在一实验设计 进行不同的处理 如复表所示的这个表 那说之后每周都记录 各组大白鼠的重量 再把各组每周所测得的重量 和原始重量相减 即为各组的体重增加量 那各组大白鼠呢 在实验不同的周数 体重增加量 如复图所示 哇这题目超长的 你看不懂看个两三遍来 他这样说 这甲乙丙丁呢 他有提供一些营养素 像甲跟乙呢都有提供营养素X 那甲的话呢还有注射物质Y 乙是没有注射物质Y 那丙丁呢都没提供营养素X 那一样是丙有注射Y物质 丁又没有注射Y物质 这样做区分 你看这个表格里面 很明显说 这一条线是比较陡 比较陡表格呢 体重增加的比较快对不对 是哪一组啊 你这样看是甲乙这两组 那甲乙这两组几乎叠在一起了 你会发现甲乙这两组共同的特性 就是有提供营养素X 所以我们当然就怀疑啊 应该是营养素X 让他体重可以增加 那个Y有注射有没注射都没什么差了对不对 看这两个也是嘛 基本上都没提供营养素X的时候 他是比较低的 体重增加比较慢 然后有没有注射Y物质有差吗 有有有点差别喔 好嘞 那依他说 根据副表 在为提供营养素X的时候 没有提供营养素X 看丙丁 注射物质Y对大白属体重增加重量的影响 他应该选取下列哪一组的实验来分析 那就丙丁啊 答案选出 这不是送分吗 好看那个第二个 他说根据判断呢 有关营养素X跟物质Y在四周内会不会十大白属的体重增加量超过100克重的推论 何者最合理 四周内你看这第一周的第四周 第一周增加量50克重 第四周到了200克重 200扣50 150超过了嘛 所以他的增加有超过100克重是没问题的喔 那是因为怎么样 他有提供营养素X 但是有没有注射Y物质就没有影响了喔 好不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C喔 A好像说X呢会影响他的一个体重增加 但是那个注射物质Y就不受影响 咦还有一题喔 咦没有了吗 咦没有了咧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这个是那个历届会考试题在国一的自然 就是第一章 他的一个命题的情况 我们就到这边解说就告一段落 那下一次的话呢 我会再把课程题目先放在网络中 同学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课程的题目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历届试题的解说 好 那我们就今天上到这里了 拜拜